新闻万象 关键时刻 绿丰法律集团 欢迎收看关键时刻 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NVIDIA黄仁勋的一言一行 因为他现在有点时成绩的功能 他只要去点名说谁是NVIDIA的这个代理商 谁跟这个新的晶片有关系 马上会非常幅度的成长 另外一个他的晶片 每次推出的晶片都可能带动下一个世代的发展 我们看到这两天 他又特别点出了一个讯息就是 现在未来全世界每年在资料中心设备上面的支出 将超过2500亿美金 也差不多8兆的台币 那个数字非常可怕 8兆的台币就这样丢出来 丢出来以后到底要干什么 他建立怎样的数据中心 而这样的问题 你大概可以在日本 可以在印度找到答案 因为我们看到日本已经宣布了 现在日本有一个量子运算计划里面 现在NVIDIA全力支持 提供他们H100的晶片 另外包括印度 印度你现在看这个画面 一个巴洛克风格的建筑 你不要以为说那是印度的豪宅 这个就是印度的计算中心 也得到了NVIDIA的一个大力的支持 所以是时候刚刚讲到 现在真的每一年8兆台币 就丢到这样一个基础的设施 而且谁拿到最多NVIDIA的份额 这跟你的竞争力 跟你的国力息息相关 没错 黄德勋讲到就是说 未来每一年在资料中心的投资上面 全球会超过2500亿美金 折额新台币是8兆新台币 大家可以想到 约莫说我们台湾4年的国家 总预算大家要投资这么多 对 那这里面来说有两个重要投资的玩家 一个是各大公司 像什么Google 微软这些公司在投资 另外第二个是国家投资 所以他讲到一个叫做主权AI 未来大家都需要 那各国政府要投资的时候 他就说他的权力更大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要卖给哪个国家 就决定那个国家的运算力 到底有多强 他来决定 对 那他在GDC会里面 他特别讲了两个国家 抱歉 他可以点这两个国家 他讲到什么 讲到日本 还有讲到印度 也就是说他认为日本跟印度 就是未来我认为主权这国家 他全力support的 我要全力support这两个国家 那这里面来说 宝贤 这跟美国国家政策不是一模一样 就是我要全力扶植印度 我要全力扶植这个日本的这个状况 当然他有说法 然后日本就是因为他有 未来他有很多无人的东西 他机器人 我可以让他这个发展的更快 那印度当然是因为他潜力很大 他目前为止刚开始茁壮的时候 我当然全力support他 所以未来你看 原本现在 宝贤现在要拿到H100 如果一般的公司来说 大概要等到半年时间 但是他现在全部直接pass给你 直接给日本 直接给印度 那你看NVIDIA就宣布说 他们这个日本的国家的 这个新的这个电脑 叫ABCIQ的这个 ABCIQ的这个超级电脑 由NVIDIA提供两千多个H100 就提供给你了 直接给你两千个 那另外一个印度也是一样 我就直接给你 一万个GPU都全部给你了 所以等于是怎样 我就直接给你 那没有话说 你看 宝贤 多这半年的时间到底差多少 你可能算力就会差很多了 所以现在这个就是 NVIDIA现在最新市售的H100 H100它已经整批整批的 送到印度去 那我刚才讲的 印度根本就是以宗教的仪式 撒花 点睛 来庆祝这批晶元到了印度 对你看中国 目前为止 印度跟日本都是欢迎这个H100 可是中国是完全拿不到 中国都拿不到 反正中国现在 他们的资料中心 还不断地在爆炸起火 所以说现在出现一个 非常尴尬的状况是 你现在看到日本在绝技 你现在看到印度在绝技 但现在你看到 那是贵州 中国最重要的大数据中心 现在在干嘛 现在在森林大火 对而且他们现在拿不到H100 他们现在只能买什么 H20 能用到八分之一 或是三分之一的运算 能力这个 而且他们现在还说 我们真的到底能不能买得到 还不知道 好 所以是当我们在全世界在注意之后 我们就要有AI的时候 我们会注意到日本 但我们也希望台湾能够跟得上 那你当然注意到是美国 注意到欧洲 可是没有 你说有一个国家 才是真正可怕的 是的 除了日本 竟然就是印度了 对也就是说你看 这是这个Bloomberg报导一个 它说NVIDIA到目前为止来说 等于是把大量的AI的 未来的市场 它投资在印度上面 你看这是什么 这是在这个三月 这个三月的某一个夜晚的时候 你在一辆车进去这个YOTA YOTA是他们未来印度非常重要的 一个新创公司 它本身也是做类似 像Google这样一个软体的 就让它打开 打开里面是什么 而且里面都是满满的H100的晶片 一箱箱都H100 现在全世界大家都在抢的H100 就送到了这个地方来 他们呢 他们印度人很开心啊 多开心 因为他们可以建构 属于他们自己的这个超级电脑 你看他们用非常盛大的仪式 这样子 而且他们用所谓传统的仪式 包括说像 他们在盒子上面点的这个珠红色的标记啊 还有什么黄色的这个菊花啊 然后还念那个古范文的这个赞美诗啊 这样迎接你看 还念赞美诗 对 用这样迎接的这个方式 为什么 因为他们目前为止来说 他们将会 除了这个原本的1万片之外 会有2万片左右的这个NVIDIA H100 全部都到这个地方来 NVIDIA一下子给了印度3万片 对 所以你知道是 NVIDIA全力在支持印度 那你看他们都很开心 好 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你看你笑成这个样子 对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撒花撒气球 还跟他讲点朱砂 对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前一阵子呢 黄仁勋在去年9月的时候 他去这个印度 他见了莫迪 然后莫迪就当面跟他说 希望你suppose我们的NVIDIA 这个我们的国家未来的运算力 结果黄仁勋跟他说 我会愿意 就没多久的时候了 这个YOTA公司呢 他们就负责了就接到NVIDIA来的电话 就说呢 我们现在黄仁勋在某个这个餐厅等你 你是不是愿意来 他当然愿意去啊 所以马上就飞奔过去 这才戏剧化了吧 跟莫迪接完面以后 NVIDIA就打电话给印度的 这个分公司的一个人 打到说我在这里 你赶快过来 对 而且那时候是晚上 结果他们公司的老板 还是扼话不说去了 去了之后第二天就敲定 我要买多少晶片 所以于是NVIDIA的晶片 就这样大量的来到了 这个印度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印度现在已经非常开心的 准备要迎接他们的 未来的新的超级电脑 一个在三万美金到四万美金之间 对 你就知道事实上 这个是真的非常贵 保险那这个 目前为止你要运这个H100这些 你都要有运这个所谓 要绑这个SBI的规格的这种保全 因为随时有人要抢你的这个东西啊 好 那我们讲这个YOTA 好的 所以刚才讲的 现在看到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未来各个国家国力的象征 对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YOTA YOTA就是我们刚才看到这个 它的很多H100进到他们公司 那他们公司来说看 他们的外观 这是他们的运算中心 外观来说其实看起来 很像是豪宅 对不对 但里面其实就是 不折不扣的运算中心 它里面约莫有五百 五千个这个server在这里面 就五千个伺服器 那伺服器来说的话 它里面还有这个搭载H100 现在想把它弄上去 就是新旧混合的一个状况 好 那我们就讲 因为这个热量非常大 热量非常大的时候 所以你看它里面配置了一个这个 你看 这是什么 这是那种水冷系统 也就是说它里面来说的话 它会把这个 你这种水 对 它会把这个H100这些晶片 进到水里面去 那这个水不是一般水 它是特别设计过的这个电 这个容易 容易让它在这边降温 降温还可以保持 它这个不断的运转的这个状况 所以这一座YOTA这家运转中心来说 其实是世界数一数二 非常好的运转中心 所以你外面看起来这个巴洛哥的建筑 以为是豪宅 可是它专门 为了这个NVD最先进的AI 整个说新建的晶片 这个所谓的计算机运算中心 对 而且你知道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孟买已经是变成是全世界 亚太地区第三大资料中心 仅次于上海和东京 而且它是占印度了44% 那也因为孟买这个地方 开始崛起之后 全世界的这个公司都来了 NTT也到这个印度去投资了 苹果也准备去投资 谷歌也准备去投资 亚马逊也要去投资 微软也要去投资 投去了 对 因为你有超级电脑的时候 我做资料中心才有这个 可以跟你互相搭配的一个状况 所以未来搞不好 印度的AI算力呢 在未来一段时间恐怕会 快速地崛起的一个状况 我真的没有想到 印度可以得到NVIDIA的权利支持 对 所以我就跟你讲 NVIDIA的黄仁星现在是点时成绩 而且它是对某一个国家 我可以让你国家的运算力 大幅的提升 你都知道说 现在人家就说它是AI世界的 宇宙的这个所谓帝王 真的一点都不为功 好 那刚才讲到 你现在你在发展AI 你想说运算力就运算力嘛 这运算力有什么了不起 这个运算力真的可以改变世界吗 我们看到了黄仁星在昨天 他的发表会里面 特别讲了两个例子 第一个要讲的 讲到这只猫 这只猫是有学问的 对 没错 实际上他讲的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 他在2012年的时候 他当时就在研发这个人工智慧了 然后他把他弄到他的电脑里面去的时候 就电脑里面就回他一个 看着这个就说 卡 当时只能够这样讲 就说它是一只猫 但是没有任何的作用了 但是他就说现在 所以之前只能分辨它是猫 对 那他说现在已经变成是怎么样了 现在能够做到 保洁你知道 这个影片 这个照片影片 其实是模拟出来的一个 你要模拟 他给他什么指令呢 一只猫叫醒熟悉的主人 要求吃早餐 然后主人尝试要忽略这只猫 但猫尝试了新的策略 你看 这用指令下给他 他可以下 他可以做出这个 跟他这个剧情完全一模一样的这个感觉 另外他这也是另外一段影片 这猫走在这个树林里面来说 他说指令是一只白色 还有橙色的这个虎斑猫 快乐地穿过 密密麻麻的花园 好像在追逐什么 他一只眼睛睁得大大的 充满快乐 然后一边扫射周边的这个树枝花 这个花朵 还有树叶这样 宝姐 你觉得看 这是合成的 你会觉得 这怎么看起来像合成 它里面那种所谓 这个细腻的这个颗粒感 如果你把它放大之后 那个感觉就好像真的是在拍一只猫 但是这全部都是合成的 而且你看可以用到这么细微的指令 你要给他下什么动作 怎样的状况 他会完全弄给你看 这跟2012年10年前说 他是一只猫 这个差异真的相当相当之巨大 所以按照黄轩讲的 2012年只是一个整个AI大爆发的 海武器大爆发的第一年 当时我只能分辨 它是不是 它是什么 分辨它是猫 可是现在恐怖的是 我现在告诉你我要猫 而且我要虎斑猫 我要什么猫 它可以告诉你猫的时候 它可以还原 那个猫长什么样子 对 所以从这个影片里可以知道 它昨天展示的影片 你就知道说 美国跟中国的算力到底差多少 中国现在文心一眼 它连土都做不好 你还要做影片 这根本就是一个是 小学生跟一个博士班的差异 这个其实差异相当巨大 而且未来几年 恐怕会差异越来越巨大 好另外NVIDIA 昨天提了一个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造福这个社会的 没错 他们讲的 有一个AI的技术 AI的技术居然可以取代导盲犬 当时我看 现在如果你的有视障上面的一些问题的话 你带上那个东西 你居然可以跟正常人非常类似的生活了 对事实上NVIDIA它把这个未来AI跟所谓人类的医药产业结合起来 这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盲人同胞 盲人同胞来说 你看可能要牵着一只狗 要么就是说 你可能要常常弄这个 这个所谓拐杖在那边敲这个路面上的一些特殊标志 但是它怎样 它发展了一个叫做Lumen的这个东西 这东西就是你带在你的这个头上面 那当然你的头上面的时候保洁 你知道这个可以做什么呢 它可以很快速的侦测 目前为止来说 你的周边环境到底是怎么样 如果你要怎么走的话 它可以完全的跟你讲要怎么走 而且它是可以每秒计算100次 所以你要去哪里的时候 它可以指引的比导盲犬还要更加的精准 刚刚戴那个墨镜的人 他就是一个视障者 这个视障者 求从哪来 他居然可以判断 而且保洁还可以怎么样 如果你看书的时候 他可以帮你念书给你听 然后你还可以去购物 你要去买什么的时候 你看不到 他可以跟你讲这是什么 或是你说我要买鞋子 他可以直接带你去鞋子 然后你就直接买 所以未来根本就是 他可以变得跟正常人一样生活的可能性 好那他做了非常多测试 这个测试是什么呢 这个测试就是说 你看一个正常人 然后我眼睛闭起来 我没办法看到东西 是他在玩丢球 那你怎么知道球从哪里来 保洁 他会跟你讲 你这个眼睛看到 就很像是他真的球在你的 你就知道他从哪里来 那个是分毫不差 你可以接到 所以说他用虚拟的让你看到这个球的样子 那你就知道这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技术 那除了这个技术之外 还有目前为止很多脑中风 你可能脑筋没办法 比如说你已经没办法口舌 没办法控制了 他未来他经过很多年的运算之后 他已经大概知道说 我们脑神经你要讲哪句哪一言的时候 你可能会牵动到哪一条神经 他现在把它运算回去之后 把它还原一个系统之后 他可以直接就知道你可能要表达什么 他可以把它讲出这个你要讲的话 所以也就是说过去的霍金 未来他的表达能力 如果霍金还在话 如果这一套系统 那他表达能力将可以更强 可以讲话了 可以更强 你就知道说事实上 这真的可以完全改变我们人类生活 所以AI绝对不是梦想 绝对不是什么泡沫 它真的是一个即将大爆发 我们可能还不知道 它未来的极限在什么地方 不是 在我们印象之中 印度在科技界里面照讲是相对落后的 可是真的 他现在已经得到NVIDIA的权利支持 那前一阵子印度首富安巴尼 他帮了你的儿子办了一场婚礼 你就说那个可以展现 整个印度的科技实力 因为全世界的科技大佬 竟然都去了 对我们来看这场婚礼有多盛大 你看全世界的贵宾 而且连续办三天 这还是婚前派对 婚前派对 有五百个大厨要办两千五百道菜 然后还邀请他们老家连续吃三天三夜 五万个人吃三天三夜 你说这里有五万个人 然后找了五百个大厨 要两千五百 这么多道菜 而且开场还请了美国的巨星 歌唱巨星 雷哈娜去唱 一场要唱 但是重点都不是这场婚宴有多奢华 而是到底有谁去了 因为婚宴奢华其实来了谁 谁比较重要 结果这场婚宴到底有谁来了 谁来了 有看到了马克祖赫博来了 看到比尔盖茨 我以为比尔盖茨来了 他们会为一场婚宴来吗 其实再奢华了再有钱的东西 他们什么都没看过吗 他们当然看过嘛 为什么会来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地方有钱赚 未来有发展 因为只有赚钱的地方 才会请得到这些人嘛 所以说科技业未来在印度是有钱赚的 当然为了生意 这些人才愿意换上印度传统的服装 跟他交情好像那么深 没有生意 他怎么会跟他交情深呢 可是印度有什么东西让他们赚钱的呢 人口还有未来科技发展 还有未来 他连晶元厂都会有了 所以印度如果他的人口 未来超越中国的话 你光一个 NVIDIA去的话 整个用户 他的集欧电信 就有4.5万亿的用户 他为了这个可以做资料中心 可以做很多的运算 当你手机变成可以做AI运算的话 黄德馨有没有兴趣 当然有兴趣啊 所以他就去参加这个安巴尼的 跟他一起合作 所以我们这种外行人 看到这个party的时候 看到这个首富的太太 还自己亲自 出来跳这个印度舞 那你就看到他身上 身上的这个项链 居然高达了18.8亿 我们看到的这个 你看到的是印度的商金 当然我们看到的是 印度越来越有钱的 消费力越来越强的 那这就是首富的太太亲自表演 对你看到为了这场婚姻 为了祝福新人 他要拍个永浴爱河 这个牌舞就可以看到 规模有多盛大 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国家消费力很强 未来发展机会很强 所以黄德馨跟他合作什么 那这个信实工业 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本来是一个做石化业的 可是他跨足到人员 跨足到电信 所以他在印度有一个 最大电信公司 叫集欧4.5亿的用户 所以黄德馨要跟他合作什么 我提供资料中心 因为电信业 最需要资料中心 接下来那么多的手机在跑的时候 要不要什么 要运算 要AI 所以他要跟他做 语言模型跟深层式AI的应用 一下子就4.5亿人 有人口就有钱 而且这个是蓬勃发展的地方 黄德馨当然跑去了 接下来他不只要跟信实工业 他还要跟塔塔合作 世界上最大的钢铁业者 还有汽车业者 所以他一口气跟两个 最有钱的印度人合作 而且印度人有钱到什么地步 有钱到什么程度 他有钱 他当然有钱啊 他捧着钱 现在全世界就要讲台积电 你抢不到台积电 美国到现在还没有补贴 日本是补贴一半的钱 盖一场二场 人家印度出手是什么 我直接给你110亿台币 找台湾的利基电去看 没有台积电 我用利基电嘛 我28亿也可以 我只要有12寸晶圆厂 钱全部印度人出 你只要给我技术 授权跟盖厂就好 即便那时候有12奈米 可以看得出 塔塔其实非常有钱 印度潜力无足 当然这些有钱人就会跑去那里嘛 好 现在有一个非常异象鲜明的一个对比 刚刚讲到 印度现在跟中国关系非常的紧张 两个有对抗 对抗你过去讲说 在这个龙象之争里面 印度怎么可能是中国的对手 可是印度现在居然得到了美国 得到NVIDIA 得到西方世界这样大力支持 而且一个非常尴尬的是 中国早就在发展大数据 中国早就发展AI了 结果它的AI最重要的核心 贵州现在在大火 你在大火 结果人家的梦买 人家的这个所谓的新的这个产业 正在发展当中了 这个是有点意外 因为在这个中国在五六年前 就已经开始发展AI跟量子电脑 而且他们认为他们是全世界 最有资格发展AI跟量子电脑 因为它有大数据做背心 而且它没有所谓的法律问题 它可以随时取得这个 个资 人脸的这个资料 随时取得每一个老百姓的个资 它完全没有法律规范 所以它认为它是全世界第一个发展出来 这个我们也当时的科学科技界 也大概同意这个概念 这第一件事情 然后第二件事情 从美国开始推出晶片法案的时候 先做第一个动作你记不记得 限制NVIDIA的产品 就是A100 H100不能卖 不准卖给中国大陆 因为中国大陆用了这些产品以后 会帮助俄罗斯的科技 然后可以生产武器去打乌克兰 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杯葛 然后这个杯葛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当时的黄文书怎么讲 他们要大概有20%的市场 在中国大陆 突然间少了一个市场 所以我们全世界认为说糟糕 NVIDIA会少了一块很重要的收入 结果没有想到 这个科技改变了人类的思考方式 它不但没有受到这个20%的动的困难 反而它医药之间变成世界上的AI之父 赚更多 赚更多 全世界所有的AI 完全就要跟A100 H100变成主要的产品 突然一夜之间改变了整个思维方式 从OpenAI开始 从这个GPGChair开始 现在进到SORA进到这个Germany 一大堆东西都跑出来了 AI实在突然间来临 所以这个突然间来临的AI的订单 让黄恩书应接不暇 然后这个20根本不是他的顾虑的问题 所以黄恩书变成了这个AI之父之后 他的这个 在这个时候就改变了世界 同时我们从地缘政治学来看的话 就变成了刚刚提到的中国优势 变成中国落后 这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嘛 这短短就大概半年到一年时间而已 在一年之前大家还在这个 谈特别说中国在AI是有能力赶过了美国 因为在大数据上面 在很多基础上面 中国是比较优势比较强的 可是在黄恩书的TRAP GPT 也就是A100 H100创造TRAP GPT之后 他说已经没有人在谈 中国的AI有没有可能超越美国了 这已经不可能了嘛 今天已经定论了 然后黄恩书今天讲的概念很清楚嘛 他说他每年他在做市场预估的时候 您注意到他讲的话 将超过2500亿美元 每年的设备上的支出 那2500亿美元设备上支出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了另外一方面 那是设备 还有软体上的腾飞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软体上的腾飞加上设备上支出的话 就我刚刚讲的 在生产力方面 会有一个非常高速的一个成长 生产方式有完全改变了 所以生产方式改变的情况之下 中国过去的传统用所谓的人口红利的时代 没有 已经早就过去了 现在早就过去之后 现在面临到这个新的一个生产力的方式 生产方式的改变的话 就能雪上加霜 所以中国优势是一而再再而三 三而四的受到不同的杯葛跟打击 有这么惨吗 另外一个更惨的事 当然因为另外更惨的一个事情就是说 因为西方掌握的NVIDIA 现在新的所谓的B200 或是其他的这些所谓的人工 大型语言平台 会变成什么样事情发生 那这个科技的发生的创造出来的这个结果 会影响到它整个两个西方世界 跟中国之间的这个落差 经济的生产率会拉得非常的大 非常大的情况之下 那中国怎么脱困 没有办法脱困嘛 好 听会 该讲的 现在这个AI的时代 这个科技已经改变地缘政治吗 你特别提到了张周末的谈话 张周末是最早谈到说 现在地缘政治也在改变了 现在台积电无可避免地卷入了其中 这是他第一次的谈话 后来他在跟裴洛西谈话的时候 他特别强调 如果美国以为你砸大钱 就可以进到金元的这个市场 你就太天真了 美国应该做的是什么事情 美国应该做的事情是 好好的投资跟保护台湾的安全 就没有想到 张周末的两个预言都成真的 第一个 台积电无可避免地变成全世界的 最重要的战略物资 卷入了全世界地缘政治的漩涡里面 第二个就是 美国已经认清楚了 因为亚利桑那州现在这个社长 看起来失败的几率已经非常高了 在认清失败几率高的状况下 所以现在美军也来了 美国的武器也来了 美国很多的装备也来了 特别是MQ-9 你说MQ-9那很重要 以前只是侦查 它现在连MQ-9对台湾都大幅提升了 这个MQ-9以后是可以挂蛋的 挂蛋的 不单单只是一个侦查的概念而已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到张周末 其实在裴洛西2022年8月来的时候 其实大家虽然都被吵说 这个解放军在台湾四处来被野袭 丢飛弹 但是事实上他们正在谈一件事情 是不是台积电能够到美国去 也就是说其实美国有害怕说 台湾在台积电在台湾是不是有危险 所以能不能到美国去 结果后来台积电跟他们讲说 张周末跟他们讲说 你不用想那么多 你到美国去的时候 其实也做不出来 做不出来 倒不如说你花心力 花在台湾的安全上面 来保护台积电 这反而是比较快一点 因为他讲说 现在美国已经没有这种 制造工厂的纪律了 对 所以你看到 其实张周末非常清楚 我相信他以前也是一直跑美国 知道美国的制造业的一个状况 美国制造业是会离开美国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 我们讲说生产要素 四大要素 其中劳工来讲的话 美国劳工素质 其实是有一些问题的 那当然 这个台积电 他现在就 也告诉你 我杨利桑那州也是有投资 结果到最后 你看摆在面前 事实面前 就是这样的如此 这个工厂还盖不起来 雄奔厂都一弄好了 结果杨利桑那州的 这个工厂还没有弄好 结果就告诉拜登一件事情 你倒不如派人来保护我 所以拜登政府现在就大力的 这在改变了吗 比如说像那个绿扁帽 不是到台湾来了吗 比如说这个在台湾 也要生产这个军事武器了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与其所谓的 把这个台积电弄到美国去 倒不如说到台湾来投资 这个保障台湾的安全 所以其实去年5月20的时候 他们有开那个 这个CORD高峰会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把AI放进来了 所以他的半导体联盟 跟他的军事联盟 跟他的外交联盟 是合而为一的 是挂在一起的 是整个在执行美国政策 所以黄仁勋背后来讲的话 他不单纯只是在商言商 因为一定美国政府告诉他 你晶片不能卖给中国 但是你可以卖给哪些国家 他直接就跟你点名了 卖给日本 卖给印度 甚至卖给澳洲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所谓的苏之锋他们 可能也是被美国交代说 你就是卖给哪些国家 所以这些都是 而且重镇在那边之后 自然而然 他们就需要美国的保护 因为你那个算美国资产吧 也算美国的智慧吧 经济智慧 他也不可能让中国去偷嘛 所以这时候 接下来你们要做一件事情 日本 印度 澳洲 要做一件事情 要保密嘛 还有你们这些相关的金片 也不能间接的流到中国去嘛 所以这个整个来讲的话 除了对中国的类似封锁一样 这个CORD的头门来讲的话 也把日本跟印度 紧紧的拉在美国这里 所以是军事上跟利益上 是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事情来讲 不能单纯用商业的眼界 来看这个事情 要用地缘政治的角度 来看这些事情的话 你就会非常清楚 台积电作为一个 所谓的基础之外 当然它卖这个 给这个晶圆 给这个NVIDIA NVIDIA在做这个 所谓的高阶的晶片 在卖给日本 日本跟印度 那不是整个 全部结盟在一起了吗 那这些来讲的话 就等于是跟美国资产的 以及美国科技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联盟体系 所以建构起来的 不仅仅是围堵中国而已 而是美国维持在世界上的霸权 好 是哦 你在讲过就是 在商战里面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 谁能够制定规则 制定规则以后 你们创造你的生态圈 现在恐怖的是 NVIDIA横空出世 它在AI这个里面 它开始制定规则 它开始创造自己的生态圈 它开始开始排他 你说连 刚刚讲的 像NVIDIA 像三星 如果被排除在外 都会受到重伤了 对 没错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黄润勋构建一个非常大的 这个强大的这个网 是怎样 如果你不是我的这个生态系列 你大概可能都会被淘汰掉 另外第二个是 如果你不是我清点的国家 你可能也会被辣对掉 所以他现在等于是 横空出世变成是全世界 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人 那我们讲 不是啊 不是AMD吗 AMD苏之锋不是 他有出一个晶片吗 就MI300的这个晶片啊 他就说 我比这个H100要快上 快啊 两倍三倍啊 可是宝洁你不要忘记 昨天我们讲到的 GB或是B200的话 他比H100快上30倍 那请问你这个快两三倍 你有什么用啊 所以有人就说 你现在的MI300 已经变成路人甲了 对 而且他出货时间来说 只比H200 早一个离一个季度 那请问谁要买你的产品 所以现在很显然 他可能会变成路人甲 还有包括英特尔 英特尔也要催出相关的产品 不好意思 你可能都变成路人甲 好 那不只是英特尔变成路人甲 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 还有韩国恐怕目前为止 也被边缘化了 你说韩国现在吓死了 对 实际上为什么 你看三星 三星来说目前为止来说 股价今天表现还不错了 但是今年以来表现的并不是太好 他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这个相关的这个 写这个韩国三 韩国三 韩国的半导体三王国的这个书 的作者 他就说呢 在过去一段时间呢 三星可以说是用超级差距 垄断了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相关的 精源的这个相关的技术 可是现在没有办法 他说我们涉及到人工智慧半导体的时候 我们必须完全从B位重新开始 B位开始 就是不是C卡 你是旁边的这个小卡 这样一个状况 那为什么他们这样说呢 他说 因为目前为止 AI晶片来说 这是韩国自己讲的 其实韩国也不太愿意去 吹捧台湾 他们讲台湾好 这真的是事实 他说如果台积电的这个 AI晶片的市占率 是达到百分之百 他说几乎是达到垄断 他说目前为止 三星根本毫无办法 切进整个AI晶片 他没办法代工任何一款产品 你说这是日本中央日报讲的 对 就是日本 韩国中央日报讲的 台积电在AI晶片上 是完全垄断 几乎百分之百 那除了这个之外 因为为什么 因为目前为止来说 韩国真的去年受到 非常大的冲击 因为整个AI崛起之后 韩国产业受到相当大的压制 我们台积电去年赚了 大概约莫是295亿美金 但是韩国的前十大公司 去年才赚了263亿美金 而且他们还输给日本 日本也赚得比他多 所以等于是 日本跟台湾第一大公司 都赢过南韩的前十大公司 你就知道说这是谁的威力 因为你跟中国走很近 那美国 日本跟台湾都跟美国走很近 所以说我没有改上AI力 我要被淘汰了 对 你就是没有 我跟大家讲 事实上一个帝国 或是一个同盟来说的话 你要怎么样能够构建最坚实的 除了军事同盟之外 最坚实的其实是利益同盟 我们彼此在做生意 我们彼此在合作的时候 这个是牢不可破的一个 所以就像刚刚挺回说的 美国进到这里 我不是说刚刚讲的 日本 澳洲 印度 美国的四方同盟 我不是只有意识形态的同盟 不是只有价值的同盟 更重要是利益的同盟 我问你 如果你看到这个日本 看到印度都这个样子 中边国家会怎么想 就跟了 对啊你越南想不想跟 你菲律宾要不要跟 泰国你要不要跟 这些所谓周边游移国家 他就会想 对啊跟着美国好像会发大产 所以你说这其实是美国的一种方式 来利用更多的国家 来加入美国这个阵营 好那当然三星也不是省油的灯 因为它目前只可以切入什么 AI有一个关键零件叫HBM 就是高宽屏记忆体 那这个部分是三星能够琢磨的 但是三星它也是太自大 以前是海力士在研发 他觉得这个东西根本就 我不想弯了 结果没想到这个东西居然变成主流 就他现在听说他最近偷偷的去问海力士 你那个技术什么东西可不可以给我啊 真的啊 他现在是用这样的方式啊 所以你知道事实上现在三星 显然面临到很大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 其实我们知道日本 目前为止我们台湾的台积电去日本设厂 然后这个美光也去日本设厂 日本的补贴都是直接给你40% 就你知道 事实上韩国也很想去啊 包括说三星跟海力士 他们也很想去啊 可能问题是他们考虑到 韩国整个国家跟日本的仇恨 讨厌日本 根本不可能去啊 所以你看这有卡住他们啊 所以你看日本 你看他们为什么他们很关心台湾在 这个日本的扩张 你看台积电在那边那么多场 三星都没有啊 所以那事实上对这个韩国来说 它现在真的面临到一个 非常大的这个困局 所以为什么那么多韩国人就说 我们要赶快改变 否则接下来几年的时间 恐怕韩国会不会越甩越圆啊 好 与确 刚才讲的 黄文就有讲 现在从现在开始 每年都有八兆的这个钱哦 八兆的钱丢到这个所谓的 AI基础建设上 哪有那么多钱 你说不缺钱 现在全世界有钱的人 都拼命想把钱 掏出来丢到这个地方 有一个最著名的例子 沙鲁阿拉伯 宝贵你知道第一笔金 他要砸多少钱 砸多少钱 他说400亿美金 我们就单纯for AI就好 来玩玩看 大家知道 第一口气 400亿美金 400亿美金 直接初步规划 初期规划哦 而且各位 我们之前不是在讲吗 这个HOP100 这个H100晶片 这全都抢疯了 你知道沙鲁多大豪气 说来来来 我一买 我就有兴趣 来做资料中研究 3000片 来第一笔就直接下去 而且他每一个晶片 你知道买多少钱吗 大概台币130万左右 等于说他用高价的价格 我要我就是要拿来研究 对 而且好 他这个进入之后 你以为只有这样吗 不是 因为大家 一片130万 对 大家都头到闻到这个味道了嘛 包括你讲亚马逊 直接进来说好 我打算跟你共同合作 因为他们开这位会议叫LEAP 他说我要多少钱 大概53亿美金左右 在你这个沙国这边 创造一个所谓的资料中心 那包括陆续呢 像沙特他自己本身也有 都是50亿50亿 比如说这个Data Mode 他也是要研究数据中心 通通所有的产业 现在包括IPA在内 都聚集在这边 而我们如果讲到AI 你就说NVIDIA 还有另外一个巨头 也很重要叫什么 OpenAI OpenAI呢 现在也是很积极 这个奥特曼说 这个沙国 竟然作为这个AI 这么有兴趣 我们是不是和大家共同 努力在这边合作 甚至有意要跟什么 跟沙特曼合资 成立一家在地的公司 直接就是我否你沙国 专门在这边研究AI 刚刚讲400亿 你觉得已经很多了 对不对 没有 保鲜哥 他们未来有个大计划 要把AI付诸实践 他们要砸5000亿美金 你知道他们要做什么吗 要干嘛 弄一个AI科技层 各位 他们已经预计说 未来我们将要把这个城市 打造成几个区块 比如说有一个区块呢 我要做什么 做沙滩的这种油气中心 但是中间要贯穿成一条线 叫做The Line 各位 不要以为说它是捷运 它是整条线都是城市 然后最后偷到一个海港城市 打造成什么 3D立体的整个城市 通通都是AI层 你说宇萱 到底是什么AI层 我随便讲几口里 瓶胖就好了 如果我把城市打造成3D立体 有上有下 那保鲜哥 我交通该怎么办 它等于是整座城市 就是一栋大楼 他说有 我们有 我们有空中直升机 空中计程车 各位 他们去哪里找的 找到德国有一家新创公司 这个新创公司呢 专门就做了 刚才你现在看到这画面 有没有看到里面有两个座 他们的空中计程车 对 而且你看喔 它是有点像无人机这种形状 等于就是说 比如说我今天在一楼 我可以输入地址 说我想要去哪里 说我想要去50层楼 你不用搭电梯啦 它对于说可以有3D立的概念 所以未来的Saudi Labo 这个城市特别在于说 它就连门牌号码 包括它的标高上下水平 通通都会是每一条道路 比如说这条道路是值得 它就是整条道路 而且除此之外 厉害还有什么 他们还特别找来这种 韩国室内室外的这种 自主移动机器人 全部都是拿到外国的AI 就是你各位看到的这个 你说这机器人可以干什么 那么先前不是还跟你介绍过吗 日本的Uber 是不是开始在使用这种AI机器人 未来呢不管是什么书本啊 或者是你想要邮递啊 甚至你想要拿东西买东西 反正你只要一个人坐在家里面 通通都会邮这些东西 来帮你处理完毕 而它最主要的主打 整个城市除了AI辨识之外 还是净零碳牌 等于是我这一栋大楼 只要在这边就可以自主生成 一个一千万人的城市 而只要花下五千亿的美金 所有需求都会一条链完成服务